每周过得好吗?我是Mina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沉默 最近我觉得我越来越沉默了 不管是说对人啊 对事情啊 然后或者是说 跟家人的一些相处间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说 当你越来越沉默的时候啊 有可能是表示说 你越来越冷静啊 你越来越成熟啊 我觉得沉默的好处非常的多 沉默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你话太多的话 就是会真的会言多必失 其实常着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该答话的时候你才答话 不要就是一直滔滔不绝这样子 以前就是会觉得说 怎么大家都不讲话 真的很尴尬啊 就是很冷场这样 其实你不是一个爱讲话的人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那种气氛 你真的是会受不了 你就会变得就是 你很想要就是有一种鸡婆的感觉 很想要去撑那个场面 就是不想让那个场面冷掉 那现在的感觉就是 冷掉就冷掉啊 管它冷掉 大家一起来冷啊 就大家一起来 沉默的第二 交情延伸 就是你跟你没有交情的人 你不用就是退心自负 就是把你的一些心事啊 或者是说祖宗八代啊 你就是一定要跟他讲这样 浅交的人你就是浅谈 然后有你就会可以跟他深交的人 就是深谈 那但是不要马上 不然人家会跟你吓死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呢 你就是要沉默示惊 这个是主要就是你 就是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啊 你就是不要就是急于争辩 就是练习就是沉默这样子 你太想要去反驳一件事情啊 有时候一些口舌之快啊 就是真的就是在互相伤害 就是沉默就是最好的一些方式这样子 就是事实的沉默啦 然后该解释的时候就是要解释 然后就是其实为什么会吵架 我觉得人是这样 你为什么会越吵越大声 就是你已经 你的心已经是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了 所以你就是会越越大声 可是你越沉默的时候 对方就会越急了这样子 今天要介绍这个艺术家啊 他来自美国 他名字是艾伦·费尔图斯 出生在1943年 目前是在意大利 那他其实以前哦 都是他非常迷恋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家 他个人他是非常喜欢画这个肖像画 所以在他的肖像画里面就会反映到很多的这个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风格 然后有一些比较当代的一些场景 但是他主要就是在描述 女性们或者是伴侣之间 或者是情人之间 或者是家人之间的一些关系 就是比较冷漠 比较沉默 彼此很疏远的这个感觉这样子 所以在他的这个画面里面的一些结构啊 其实是非常的有戏剧张力的 他就会画这个夫妻之间 然后夫妻之间有时候 这个又很无言以对 然后那种的肢体语言啊 他就画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你会觉得说这个 这个很有故事性 然后你财产要分多少这样 就是有点那种会让你觉得说 孩子抚养权给谁 你会去想象说这种这种很剧情式 这种很电影式的这种画面 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虽然他例如说他有画了三个人 甚至两个人 眼神啊 其实是没有交集的 那如果说你当画人没有眼神交集 没有肢体交集的时候 那种疏离感啊 其实就是会表现出来 这就是这个画面 其实还蛮厉害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是常常就会各自 做着各自的表情跟各自的动作 就是有人就是撑着脖子 不然就是插着腰 是拿出一封信 好像似乎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就是让你会很有这种想象率 你去联想说到底他这个 这个艺术家 他想要表达些什么呢 那通常他的人物啊 都是没有精神的 真的就是符合了这个沉默的这个含义 其实人要画到这个沉默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很难表现的一个表情 你表现的不好就会觉得说 就会变成孤独 孤独其实是会比较好表现的 沉默它其实带着那种无奈的情绪 又带着这种无言 甚至带着感伤 甚至带着就是彷徨迷惘 所以沉默的这个故事性啊 在这个画面上的张力啊 其实是比较难表现的 有时候你在看他的画的时候 你就会不知不觉的 就是会被他就是吸引进去 你就是会看的特别特别的久 他其实他的一些对象啊 大部分都是画这个女性比较多 所以你会觉得从女性的一些 装扮上面啊 妆容上面啊 其实都有一些沧桑感 这其实又加深了 非常复杂的这种情绪 很多的那种情感的一些纠结 菲尔图斯呢 他就把这种亲情之间 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 深刻的就是把它给画了下来 会觉得说大家相处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相近如宾啊 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就是一个平衡点啊 就是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其实看他的话 你就会觉得有点深刻的那种对应 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对还是沉默好了 就是在他的这个人物表现里面啊 你就会真的觉得沉默真的就是最好的无视 就是如果你要无视一个人 你真的就是对他沉默 如果你想要维持好的一个关系哦 就是真的也是要破冰 也是要有一个人就是给对方有一点台阶 自己也是要下台阶 自己也是要先服软这样子 然后该说sorry的时候你就说sorry吧 让这个家庭让这个世界充满和平 其实在他的画里面 其实你会觉得还是会有那么淡淡的一些忧伤啊 就是有一种非常迷人的一些韵味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吸引人 分享给大家 欢迎你跟我分享 遇到什么事情会沉默呢 好我们下一次见哦 拜拜